欢迎收看 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这两天政坛真的发生了好多事 大家都形容是花联网的傅昆奇又被判刑了 但是他进去关之后 立委的薪水居然是可以照样领 在监狱里面到底要怎么样为民服务呢 好 那更让人家猜不透的就是 傅昆奇昨天还隔空跟韩国瑜说加油 说我没有办法再陪你了 他们两个是难兄难弟吗 好 韩国瑜为了罢免这件事 一定是坐立难安 因为韩振营已经第三度申请停止罢免了 被质疑根本就是在玩弄官司嘛 好 另外一方面 这个树立政坛新模范的副总统陈建仁大人哥 他决定要放弃这个卸任礼遇每个月18万 好 但现在连这样居然都有人要黑 好 是不是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父呢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陈敏凤 大家好 好 再来要介绍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刘兆豪 旺杰好 大家好 好 再来左手边欢迎的是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梅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好 最后我们要欢迎的是社运工作者杨宗理 梅琪好 大家好 好 首先呢我们同样先来看一下全球疫情的发展 好 统计到中午为止呢 全世界已经有超过444万人染疫了 好 死亡人数是超过30万 好 那美国目前仍然是第一大的重灾区 确诊人数超过141万 美国现在在这个疫情还有经济重创将双重夹击之下 首计有将近3000人干脆直接放弃了美国籍 好 另外来看到是俄罗斯疫情也相当严重 连续12天确诊人数都破万 好 巴西今天呢也创下了单日确诊的新高 总累计人数超过了20万人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是中国的武汉 居然又发生了民众倒闭街头这样子的事情 武汉是不是再度爆发社区感染呢 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忧心 而南韩的夜店群聚感染越来越多 现在最新的统计人数来到133人 好 另外来看到是台湾的部分 我们已经连续32天超过一个月 通通没有本土病例了 台湾的疫情相对这个国际来讲 真的是相对的稳定 所以现在大家都把焦点放在政坛上面 也就是立委傅昆奇的身上 好 人称花联网的傅昆奇 因为炒谷案被判刑了两年十个月 不过他的立委身份还是保留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一九位十九万的薪水 所以他同样可以召领哦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报道 每一个人到花联一定要吃西瓜 先生立委傅昆奇遭判刑确定 花联县县长徐真卫倒是不受影响 照常北上在购物节目卖力推销西瓜 神情完全看不出异样 但直播一结束 他就选择避开媒体匆匆离开 倒是曾汉徐真卫竞选县长的 前民进党现议员刘小梅忍不住感叹 刘小梅过往就曾痛批傅昆奇家族把花联当做自己家 而日前立党傅昆奇回复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则在个人脸书开酸 说幸好当初有提出警告 替国民党挡住另一个风暴 假如一天李来希一天傅昆奇怎么吃得消 他其实已经长时间都不在国民党 国民党没有必要去承受 不是我们自己党员所犯下的这个错误的 社会舆论的压力 国民党直呼好险 没被傅昆奇拖累 不过因为没有被尺夺公权 不但立委身份保留 代职入监 薪水照领 服刑完毕后 还可以回到立法院继续行使职权 我希望能够就是修法 那我们一起来研究要修怎么样的法 因为目前只有刑法有相关的规定 大家觉得多久之后 其实他就应该失去立委的职权 那地方也应该要重新补选 那在这个修法之前 我呼吁傅昆奇 对花莲的民意 就是负责任 就应该辞去他的立委职位 不要因人致事 不要有特定的 这种量身打造的法案 我想我们都可以理性的沟通讨论 对应主张修法 国民党则呼吁不要有针对性 但就算捐出薪水 是稳坐牢的傅昆奇 又该如何行使立委职权 对选民负责呢 这位人称是花莲网的傅昆奇 他其实去年才刚刚出狱 结果出狱之后 马上又风光选上了立委 重回政坛 好那现在呢 又得必须要面对这个刑责 要入肩服刑了 我们先来请教这个台东的委员 赵豪委员 委员之前是法官吗 因为现在很多民众愤愤不平 怎么这个立委要被抓进去关 一个月19万的薪水 还可以照样领 一毛都没有少 我们针对昨天复昆奇 他因为炒股安被判刑 确定这件事情 其实突显两个事情 第一个 大家如果去看他整个官司的 整个发展 其实是将近20年 18年 19年 传送了这么久 这个官司才确定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司法上的效率 其实也可以凸显出我们长久以来 台湾人民对司法的那种信任度是很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就是 大家原本 包括我自己在那 原本我也没想到那么多 因为我们昨天中午的时候看到这则新闻 我们跟几个委员在聊天 那我们直接就说 那花莲县的立委要补选了 因为被判刑两年十个月 我想让副委员要去执行 就应该补选 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判决 他没有持夺公权 那我们现在对现任的立委 他如果因案被判刑确定的话 因案被持夺公权 他的立委资格才会被剥夺 除此之外我们目前没有其他配套的措施 比如说没有像地方议会 他如果连续两次会期 或几个会期没有来签到 没有来报到的话 他可能立委的资格就会 议员的资格会上市 那立法委员没有这样子相关的规定 也就是说将来 就也许过两个礼拜或过一个月 副公权他因为两年四个月的这样刑期 入监服刑的时候 他仍然是保有立法委员的资格 那什么叫保有立法委员的资格 薪水当然可以照领 那另外他的助理 当然也可以继续的工作 除此之外 因为他是立法委员 当然他们没有办法去 他没有办法去立法院执行他的职务 但是他还可以提出书面执行 来委员 有关于花联网问题 我们待会再继续来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挥中心最新召开的记者会 主持 好 那在指挥官的左侧 是我们的副指挥官 副指挥官在过去的话 是我们社区防治组的 莊晋祥副组长 指挥官右手侧 是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 蒋上淳 蒋副校长 那现在就请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们这一天来工作的一个进度 要绿色才行 好 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我们今天仍然是没有新增的病理 那累计387人 解除隔离 那 没有什么新闻可以讲 那今天就是 就只要大家看到这个 八乐 八 八个乐 我们这是八天来 大家都很乐 那怎么样能够力行防疫的新生活 让我们这个乐可以持续的增加 努力 那这是我们在 很有意义 这是我们在应该是 甲仙是不是 在里面他们这些小农们 所做的这个 八乐 那我很欣赏这八乐就每一颗都不同的样子 这代表台湾是很多样心 很多元心 那八乐我们就继续在 在期待 期待 继续都下去 那 相关很多的这些 开放的一些措施 陆陆续续 也都在检讨中 那反正我们这是在 日常的生活 除了这个谨守我们的防疫新生活之外 其余的在境内 尽量都朝着可控的情况下 尽量来开放 那以这样的原则再进行 好 那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指挥官好 东西新闻这边有两个问题要来提问 第一个提问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受访的时候说到户外现在可以不用戴口罩了 想知道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 另外是如果县市政府如果遇到疑似武汉肺炎的死亡的案例的话 目前中央有没有规定这个检体要多久之内要出来 那如果在检体出来之前 遗体应该要怎么样来安置会比较好 是要立即火化吗 还是冰存等等其他的方式 谢谢 我想 新北市侯市长讲 这我想是在 因为他内容里面还是讲 就是说 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那在户外的时候 那如果可以维持社交距离 那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还是照我们的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在进行 有关这个疑似的这个病例死亡之后 那就是检验的部分 其实检验就是要看我们检验所的一个 的检验的时间 还有他送 从这个当地检验 裁检之后 再送到 这个检验的机构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没有办法说 到底要多久之内要 要能够验出来 但是我上次也说过了 他并没有所谓的24小时之内必须要火化的这个 这个 一定要有这个规定 他的规定 只是说有疑似病例的话 24小时内通报 那另外 就是这个尸体处理是要火化或生埋 那当然就是尸体处理的话 那会由 这个专业的这个 商量人员来做处理 那他们会穿隔离衣 那针对尸体的部分 会有套两 两层的尸袋 那就可以送到这个 就在殡仪馆这边做先兵纯 以上 是 请教指挥中心 昨天有提到说 跟渔业鼠在下午有开会 那我们想知道说 今天的这个结论是什么 那第二个是想问说 文化部已经把场馆开放的指引规划提交到我们指挥中心来 是不是也有进一步的一个管制措施可以跟大家说明 谢谢 针对远远渔船回到 国内的港口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就是落实一人一室的居家检疫 那除了他船上必要要留 留守的人员以外 其他我们就进到这个防疫旅馆去 那船上的部分也是 落实一人一室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来做处理 防疫旅馆的数量 目前刚刚是我们有请刚刚是政府这边来协助增加到2000间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来因应两波 因为 第一波是6月初到6月中旬是渔渔船 那6月中旬到6月底7月初左右是尾渔船的部分 那其他是像小馆等等那些是比较零星 那以高雄是最大量 那其他是宜蘭跟屏東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高雄市这边能协助 再去将防疫旅馆的数量扩充到2000 那这样子如果真的是有不够的部分 我们再来调动这个集中检疫场所来做协助 那另外补助的部分 余月署他们会去做讨论 农委会会去做一些研议 那初步建议他们 如果没有办法领取到居家检疫的这个补助费用的部分 那一个那一块就由农委会来做协助 那农委会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好 现在大家看这个记者会应该都有一种默契啦 记者会一开始 阿中部长桌上就摆了八颗芭蜡 就表示说台湾八天零确诊了 继续来请教委员啦 委员刚才部长说 这个疫情因为天天都加零 所以其实没什么新闻好讲嘛 那现在新闻的重点 就是放在你们东部的立委啊 傅昆琦花莲王身上 尤其昨天的新闻都出来了 说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在花莲的党部 都呼吁说傅昆琦要自行辞职啦 这个部分委员怎么看 我想说连难得在花莲县 跨越政党的有这样一个共识 就是花莲县党部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跟民进党的花莲县党部 都不约而统的提出 希望傅昆琦委员能够自行辞掉立委的职务 然后让花莲县的立委可以进行补选 让花莲县的县民真正有一个 为他们服务的立法委员 因为现在将来的未来的两年左右 两年多的时间 他们是有一个立法委员的名称 不过他们这个立法委员不在国会 也不在花莲 可能在台湾不知道哪一个地方 所以对花莲县的县民来讲 权力上是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损害 所以我觉得昨天透过这样的一个 这样司法事件 也让我们去深思说 我们现在目前在法律上的一些缺失 当然有人提到要修法等等 但是我们必须讲一件事 因为修法毕竟这已经发生了事情 你在修法为了修法 是不是能够溯及到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这也有相当多的疑问 所以我觉得这其以及 这除了是司法事件之外 也是一种政治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希望 华莲县的县民的新生 能够傅昆琦家族他们能够听见 其实应该做一个 智慧的一个选择 其实我觉得未来的 如果傅昆琦他持续了 保有他立委的资格 没有辞掉职务 未来的两年左右 因为傅昆琦本身又高知名度 我相信他可能真的还在监狱里面 还继续执行他的立法委员的职务 无论是提出书面咨询 或者是说他用另外的方式来执行职务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看到一个台湾 非常荒谬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景观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深思 也是要针对这样的事件 我觉得朝野两党都应该坐下来谈 应该如何好好的从制度上来解决这样的一件事情 真的其实看到这个新闻 很多人都觉得相当的荒谬 当立委一个月十九万 但现在傅昆琦必须代职入狱 虽然他说他不会领 如果国家给他钱他也会捐出去 但是美美姐 很多民众心里还是很不平衡 但是其实傅昆琦他不是首例 过去这个言清彪 求义 过去也是这样子代职入狱 所以现在就会有很多这个修法的声音 对 我觉得立委在这边 因为之前就已经有潜力了 赶快要修法 因为好像如果没记错 好像是议员吧 如果 两个会计没有签到 就解职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立委可以这个样子 而且之前是有潜力的 这是非常荒谬的 傅昆琦说他把薪水捐出去 他哪看这个薪水呢 他在那个炒股赚了多少钱 他害多少人家破人亡 那有些人受不了是会跳楼的 结果傅昆琦残送这么多年 两个案子 第二个案子 因为残送多年 那又有速生法 就是说八年之内 如果没有下来的话 他要减刑 减成两年十个月 我现在告诉各位 两年十个月已经减了 对不对 他可不可以坐牢坐到一半 又申请假释 可以 好 以他这种身份很可能到外溢间 什么叫外溢间呢 就是山明水秀的地方 看起来好像农场 然后像度假存仰你在那边种菜 挖地 就是有这种高级外溢间 如果他是这种待遇 你受得了吗 还不止如此 就算把薪水捐出来又如何 他在狱中各位你知道吗 他可以提书面质询 他可以发公文 他可以调资料 他什么都可以 我问你 会不会给行政单位压力 他继续当王 继续在监狱里办公 执行立委职务 能看吗 我就举几个例子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 我真的是不懂 我们讲一个例子 民进党的立委高志鹏 就在不久前 他不是之前就什么什么 国有财产局的事情吗 那刚开始判无罪 后来逆转 那也是说他的助理收钱 后来说他知道或怎么样 反正50万 高志鹏被判了4年半 然后耻夺公权4年 马上进去补选 对 所以后来就立委补选了吗 三重立委补选 好 就算真的徒利 就算是高志鹏是喊员 我不管 就算向法院认定 那是一个人 他这个金额有多大 害了多少人 结果呢 他不用耻夺公权 请问一下 这个司法让人家能够服气吗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还有以前有立委 他不过是引用人家的 他的竞选对手 曾经犯过的 这媒体也质疑过的 公开质疑过 他只是用那个报道来质疑 你知道吗 被一撞告说意图使人不当选 那是媒体的报道 他引述媒体的报道 我跟你竞选 我当然希望你不当选 我才能当选嘛 结果别人没事 他就有事 耻夺公权不能竞选 还要进去坐牢 我请问你 这种法律这种判法你能接受吗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虽然尊重法官判决 但是我请问这不是一个明显的漏洞吗 一个立法委员内线交易 残送多年 而且有钱科才刚出来 结果继续 这次没有耻夺公权 他可以在金玉里头办公 我觉得 人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这些都有潜力 所以我觉得立委诸公们 请你们赶快修订法律吧 否则大家会怀疑 怎么立法委员遇到自己的事情 就大家都不修法了 不要修法怠惰 赶快来不漏洞 这样子社会才会觉得有点公平 那我要请教法官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案 这样子也不用耻夺公权 我讲高志鹏的例子 我讲之前民进党立委的例子 那都被耻夺公权 我请问一下公平吗 所以如果类似这样的案子再多一点 我必须要说 他除了立法的漏洞之外 他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说 真的是需要司法改革 那也拜托不要中央地方不同调 议员犯罪进去了 两个会议题不报道就解职 立委可以在那边关到他高兴 递老天荒还可以提早假释 这个说不通 来这个部分有没有司法漏洞呢 明凤姐怎么看 这样子待职入狱还可以领19万呢 我觉得这个案子主要是 他没有辞夺公权 那一般辞夺公权的案子 应该就是如果你是贪污 或是什么东西 大部分就会辞夺公权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的问题呢 要修法没有错 但是这个修法不是修什么刑法或怎样 应该修立法委员职权行使法 就说你要把立法委员规范的 跟所谓的其他的民意代表一样 如果你一个会期或是两个会期 统统没有报到 统统没有签到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应该 丧失这个立委的资格 否则这种东西听起来就是很荒谬 因为你看起来每个环节都没有违法 然后都很合理 都合乎这个法律的判决 可是整件事情看起来就是很荒唐 为什么一个立委要被判两年 都在这个牢里面 然后这个还可以做立委 所以昨天刚好有人凑一桌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朋友在吃饭 然后他就取笑 好像有认识他的助理吧 他的助理就说那我要去找新工作 后来发现他根本不用辞掉立委 那个助理就说那我又不用去找新工作 他可以继续去探监 或是说这个或是写这个咨询稿 那更离谱的说 如果因为他两年是轻罪 那万一就是说你这个 大家有想一个比较荒唐的情境 就是说万一他到了外议间 大家是不是又把立法院签到部 拿去给他签 然后这种种的这种荒唐的 你说变成要迁就他了是不是 对 荒唐的情节就通通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适度的修正 而且立委执行这个职权行事法 就应该可以马上修正 这个不用通过行政院 这是这个立法院内部的一个行为的规则 那这样子就可以可以做了 那现在就是怕说 国民党已经有人出来帮他护航了吗 因为这个洪洪凯他不是讲说不要因人设事吗 那整个在这个法 如果真的要修法的时候 我觉得朝野协商又是一道困难 虽然他加入国民党没有成功 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蓝营的人 还是算所谓的蓝营的友军 那未来 就是说他的太太现场也是国民党籍的 所以这要看国民党自己要不要配合修法 否则这样实在是太荒唐了 好 这样子的司法判决 真的对民众来讲觉得很难下咽 觉得真的太难看了 来我们先广告一下 等一下回来要请教一下民协议员 到底国民党怎么看复婚期这件事 因为昨天徐晓星就跳出来 他就说好在家宰 幸好之前帮国民党挡掉一个炸弹 不然一天一个李来西 一天一个复婚期 国民党怎么吃得消呢 来广告之后一起来看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 这个傅婚期昨天被判刑 两年十个月定业 不过花联网昨天还是又出来 向大家喊话 他说我们一定会再见 好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 国民党这边的态度 民协议员昨天巧心先跳出来说 他说什么 他说 I told you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好 当初的警告 为国民党挡下了一个风暴 所以现在国民党是有一种好家宰 这种好险没有被拖累的心态吗 分两个层次啦 第一个刚刚一直在讨论说 上一段我们在讨论说 地方明代 其实地方自治法有规定 地方明代乡镇长直辖市长都是喔 他只要判刑确定之后就解职了 那为什么中央级的立委判刑确定之后 没有解职 甚至入牢 我就问一个调诡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地方的议员 你坐牢然后不解职的话 他可以发书面咨询呢 可以咨询检察局长啊 对嘛 标准嘛 标准不一样 你坐牢的时候 我就书面咨询保护部长 书面咨询典医长 那你就那个预政单位 你典医长怎么去监理 怎么去管理你那个受刑人吗 就会有问题啊 所以我认同啦 这个制度确实要修改啦 就说你判刑确定之后 是不是至少说 立委如果你要不要解职 是一个回事 那至少职权限缩的部分 是不是在立委职权行使法 你至少要修订啊 我觉得这当然不分朝野啦 你这也不是说因人设事的问题 而是制度要建立啦 否则地方明代是一个 直辖市长也是一个 那立委又用一套不同的标准 最好就统一标准 我觉得这个需要统一 这个我相信 赵豪委员自己当过法官了 知道那个判例的问题 我觉得要统一 这是制度性的问题 那就政治上的来讲的话 傅昆琦要不要入党 他的国民党内是一个争议的啊 所以那时候包括考纪会主委 前主委 魏平正也是有意见的啊 因为 确实傅昆琦的案子 如同赵豪委员讲的 这不是早上发生的 这十几年的啊 这案子当然炸弹在那里的时候 你现在要抱着一颗 卫爆弹进来 如果假设今天 傅昆琦已经恢复入党了 然后已经正式宣誓成为党员了 那确实就会挂在国民党头上 对 所以这次我觉得说 当然是一个政治的一个问题 要怎么去解决啦 那傅昆琦昨天要入狱之前 当然 这部分司法归司法啦 那我就说他昨天入狱之前 讲了一句说 韩国瑜加油 又会跟罢韩挂在一起 现在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 很头痛的是这样 大家都希望说 对国民党来讲 党中所有的我们的策略是 希望罢韩策略越冷越冷 政治越冷越好 市政热就好 我们是要低调 那大家都在天彩火 李莱希加了两根彩火 傅昆琦又加了一根彩火 火整的都烧起来 李莱希讲那个话 会不会让罢韩的多个几% 傅昆琦昨天又讲了 韩市长加油 又让罢韩的议题 又在讨论 所以这件事情 一连串载而塞 我觉得 你说他巧合也好 还是就是 我觉得阴错阳差 整个让罢韩的氛围 又起来的话 对国民党我真的很头大 我真的 老实讲 头发梦那些 不知道怎么处理 来这边 国民党这边很头痛 中理怎么看 昨天傅昆琦 为什么突然哪壶不开 提哪壶 突然最后神来一笔 你说什么韩国瑜加油 没有办法陪你了 就是提到这个韩国瑜 就想说 感觉韩国瑜真的 加油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帮他加油 是不是 国民党人所有人 期待说韩国瑜加油 之后 罢了他一句 出来变成 哪一位休息 韩国瑜应该 你怎么会这样的 韩国瑜应该觉得 自己躺着也中枪 那我觉得 当然 从这个傅昆琦的案子里面 我觉得 我们刚刚一直谈到 司法的问题 台湾的司法改革问题 在 比如说我们在谈到 这个刑法 这个37条里面谈到 这个齿罗公权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他 对于他的这个法律的 这个明确性是很模糊的 也就是说 怎么样可以判到 所谓的齿罗公权 依犯罪性质 认为有齿罗公权必要者 可是到底犯罪性质 的定义是什么 或者是说 要怎么样才可以判 所谓的这个齿罗公权 我觉得 这个东西可能 也许接下来 可能会有很多的民众 开始会来讨论 讨论这个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副公权 既然已经定验 就是准备要入监 服刑的 入监服刑的时候 那我就想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更广大的议题 台湾其实去年 因为我们 20201月是要大选 其实去年 民间团体 包括民间司改会 也就提出一些 诉求主张 包含说 在这个监狱里面 服刑的这些受刑人 他们有没有去投票的权利 所以现在6月6号罢函 如果你的户籍是在 设在高雄这些 在监狱的受刑人 他可不可以去投票罢函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 可是现在实际上 实质上是不能执行的 台湾实质上 现在没有在执行这件事情 看有没有齿罗公权 对 如果不是齿罗公权的 这些受刑人 是可以去投票的 照理讲 应该是有这样一个 选举权利的 所以我觉得 看到复公企 我们会开始去思考说 台湾的司法改革这条路 不管是公众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一般民间的小老百姓 我觉得我们 对于这件事情 很多人不满 就是说差别待遇的问题 你心理上的这种 相对剥夺感的问题 产生 很不平衡 所以才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可以继续当立委 继续领薪水 即使他说这个薪水 他要捐出去 但有没有捐我们不知道 那这些东西都会成为 我们人民 很多很多人的疑问 没有错 司法改革真的要赶快来进行 另外继续来请教美美姐 刚才大家讲到 昨天傅昆琦不晓得 为什么突然说韩国瑜加油 刚才敏凤姐开玩笑说 人家韩国瑜就人缘好 美美姐怎么看 韩国瑜加油 没办法陪你了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你加油吧 我要去外议间了 然后呢 等到我没办法陪你 但是我可以继续行使立委职权 可是6月6号可能就是你的断肠时 你也没有市长之权可以行使了 所以我没办法陪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后来他们有点 我觉得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的紧密 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在竞选的时候 傅昆琦是挺韩大将 甚至于那时候在初选的时候 什么凯道造势 不都是看到傅昆琦的身影吗 但是当选之后呢 也没有听到他们有很多的往来 那好像呢 傅昆琦那时候借着韩流的力量 想重返国民党 甚至于大家都说 他想重返国民党 为什么 他想建制立法院长 是不是 大家都还记得吧 相关的这个报道 所以后来 是不是因为觉得韩国瑜 你说我帮你什么 结果 我人情你做什么 那因此渐行渐远 那乃至于现在说 我没办法陪你了 老实说 对傅昆琦来讲 他残送20年够痛苦了 真是松了一口气 还可以继续干立委 真是天大的好事 可是呢 韩国瑜的考验呢 还是在后面 那韩国瑜6月6号能不能通过 我不知道 那问题是 台湾人真的很悲哀 我们6月6号这个罢免日 之前就看尽 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 高雄市政府 施禁了各种杯葛的手段 然后应该要天理昭彰 应该要罚网要舒服不漏 对没有漏掉 判他的刑 可是这个人居然可以继续来干立委 行使立委职权 那调阅公文书面咨询 坦白说 行政机关都可以感受得到压力 所以因此 我这两个人要说什么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我觉得 如果人民你要还一些公道的话 我拜托 大家要求立法委员 把该修的法修好 那么高雄市民拜托你们 6月6号要站出来 那最好他们两个都卖小杯 我相信台湾人会最高兴 讲到这个傅昆琦在座五位来宾里面 最了解应该是赵豪委员嘛 都是花冬的委员 其实昨天 这个前花莲先议员刘小梅 这是过去 这是民进党派出来 跟徐真卫一起竞选花莲县长的嘛 刘小梅就说啦 过往傅昆琦一家 就把花莲当作家天下 所以他觉得这个判决 是迟来的正义 委员怎么看 确实是一件实在的正义 因为我刚提过说 我们这件诉讼不是在去年或前年 或大前年发生的是将近17 8年前的事情 一个诉讼案件 历经了17 8年才定验 我觉得这个给人民在对司法的信念上 就打上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问号 更何况说 原本大家认为说 你一个立委你做这个工作 你两个十个月你都要在建议里面服刑 那你应该就是 这个立委就是要补选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姑且不论说什么法律规定 这是一般人民的对法律尝试的判断 这就是说因为你当立法 你就是要在国会里面开会 你要在地方服务民众 当这两项最重要的工作 你都没有办法去做的时候 但是你却仍然在未来的两年多的时间 你还是叫做立委 而且你的助理还可以领薪水 包括虽然你说你自己的薪水要捡出去 不过国家还是继续给你薪水 所以这个真的非常的荒谬 就是说因为我们法律一个定定 不能离人民的法律的情感太远 太远的话就很麻烦 你这个法律就会不会被信任 就会不会被信任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 确实立法院应该有一个 补破网的一个动作 面对这样的 当然不是说 不一定说完全针对傅坤期 而是针对往后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做处理 这样我觉得立法院 当然是全国立法最高的一个机关 更应该面对这样的情形 要去面对它 要去处理它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修法部分 就麻烦委员在立法院 好好尽力来修一下了 好那刚才讲到傅坤期 昨天神来比提到韩国瑜 两个人到底是不是难修难地呢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就来看 韩国瑜阵影真的是出大绝了 第三度申请停职罢免 广告之后马上来看 开议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照惯例先来拜会议会各党团 不过来到民进党党团却不见几个议员在 市长来民进党团拜访的时候并没有事先通知 我觉得说要尊重要尊重比较彻底一点 而不是这种夜席式突袭式的来到党团 那这样好像显得民进党很没有礼貌 蓝绿开议前先较劲 绿营议员早早就在议会座位的麦克风上头绑上霸函黄丝带 只等韩市长做定位 大会开始 定期大会开议第一天 已规定韩市长不用备巡 因此简单向议会致议之后随即离席 短短几分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黄丝带 谢谢 因为市长常视而不见嘛 所以我们只能说提出这种无形的抗议 无声的抗议 然后让市长感受到 这个民意是要让市长了解说 为什么今天会找到这个地步 绿议员把罢韩行动延伸到议事厅 要让韩市长看个清楚 因为韩正寅11号又再度申请停止罢韩投票 是垂直的挣扎 不断的用这个司法申请 不论是这个抗告或者是一再申请停止执行 这都在在的让高雄市民感觉非常的反弹 这个是尊重律师的专业 根据律师的说法呢 那么第一次的判决是认为呢 这个发动的时机呢是太晚 第二次的判决认为呢 这个发动的时机太早 所以并不是对这个判决的法理呢 产生否定 而是实际的问题 韩正寅申请停止执行罢韩 一二审都被驳回 这回不死心卷土重来 强调是尊重律师的专业决定 与党中央建议无关 而Week高雄折向最高行政法院喊话 希望能够尽速做出裁决 好让相关选务作业继续进行 保障高雄人的民主权益 我们来看到距离6月6号罢韩投票日 现在只剩最后的22天了 好刚才我们看到有民进党的议员 就批评韩国瑜阵营 是不是要做垂死的挣扎 这个部分先来请教民嫌议员 我们看到早在4月8号 那时候王浅秋就出来 说这个联署是违法的 好4月17号因为台北高院驳回 所以韩正寅又再出面再提抗告 好那11号这一次韩正寅又出来了 再次申请停止罢免 现在被批评啊 那你根本就是在玩弄司法嘛 不过我们想请问这个明显议员的是 说真的看这么久心 我看不太懂到底国民党对罢韩的态度是什么 你们这样子一方面 韩正寅看起来是很强势的 希望能赶快这个罢免都停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好像这个江启臣主席也说啊 罢免都是尊重公民的权利 所以看起来是不希望炒热这样的气氛的 那到底国民党要走什么样的路线吗 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 其实我们党中央当然是希望低调嘛 政治上这部分不要再去添柴火啦 因为如果越咬越热越咬越烧的时期 当然现在罢免就说 门槛是1 4分之1的人出来投票 过半就同意了嘛 所以1 4分之1门槛很低 你相较于过去的包括罢免黄国昌罢免蔡正元 他投票率都是不到2成5 可是这是门槛是相对的是低的啊 是很容易通过的啊 所以你第一个你激化选情 你就要第一个我们可以胜利的一个 就是说保住换归的情况是 反对票高过于同一票 这对我们来讲 目前的社会氛围来讲难度是相当高的 特别2020年大选刚选完 那国民党在高雄是属于大败的啊 所以你要积出投票率是反对罢免的 高过于罢免同一票 这难度相当于高耶 所以我们采取的第二个策略 就降低投票率 把所有的政治氛围降低嘛 所以包括党中央其实都有沟通啦 可是现在面临那个情况上 很多基层包括挺寒的团体 包括寒粉 他是遇冷不易啊 他们还是要热啊 譬如说我今天早上 我来录影之前 我在菜市场 我们跑行程遇到 就挺寒的资责说 哇 计划 你那个买高雄的乃基 他要买 叫我捐钱买10箱啦 就说帮助韩国瑜这样 那钱是他要收走 他帮我带定 他再把水果送来 我说我自己盯就好了啦 透过你来定 我不晓得你到底会不会定 就说他们基层还是很热情啊 就说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帮韩国瑜 那党中希望要冷 就冷不下来啊 所以那第二个 是没有办法沟通吗 没有办法达成就是一个一致的协议吗 太容易了 那第二个就是提告的策略是这样子的 提告的策略显然跟党中央 或跟韩市长沟通的方式 希望把它冷下来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提告的话 包括抗告的话 那就是又把气氛炒热了 是啊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包括说 像李莱希这种做法 就说李莱希就是天才火啊 越来越旺啊 那如果党中央没有立即开除的话 让他烧到6月6号才开除 那还得了 对啊 火就一路烧 烧到6月6号啊 霸函 你觉得霸函的投票率会不会增加几% 而且增加了票数好 当然有些人会因为出来支持韩市长 那更多人出来支持霸函 那对我们是得分来加分 所以我们策略很清楚 可是现在面临说 蓝军内部反而是步骤不一的嘛 所以对我来讲当然 对我们来讲当然很头大啦 那现在一个面临的问题是 好 6月6号投票 韩国瑜当然我们希望韩国瑜加油 我们也加油啦 希望可以度过这一关嘛 对我们来讲当然是结束啊 很难度过了这一关 假设真的霸函成功了 国民党面临的是不只 知识度下滑的问题耶 我们可能面临再一次分裂的一个重大危机耶 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头痛 当然很头痛啊 你现在连要派谁也不知道有没有公司 当然不要想到那一步 我们希望6月6号能够度过啦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认为说给政治人物四年完整任期 才是一个检验啊 那可是你过了之后 真的罢免成功之后 那对我们来讲不是派谁的问题耶 那是国民党面临另外一个分裂的问题耶 来 好好一个江山喔 原本呢韩国瑜收复了20年 这个原本都是在民进党执政的高雄 韩国瑜收复回来 结果现在很有可能6月6号可能会被罢免掉 这个部分来请教敏凤姐啊 其实刚才明显议员的意思也很明显 他就是说国民党党中央想要冷处理嘛 但是有一些支持者z put put 那现在怎么办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傅昆琦最后要走的时候就说 我进去了 那韩国瑜你自己加油 你记不记得 这个傅昆琦早先一个多月前 也曾经对于罢韩的事情有一些意见嘛 他当时就讲说 他对于叶庆元去提告这件事情 他说他听到快要昏倒了 对 快晕倒了 那所以说你就可以简单的看得出来 就是说包括傅昆琦在内 都已经跟韩国瑜讲说 这件事情千万就是要能处理 然后不要再浪热的周边的人 这样子或者是韩粉 这样热烘烘的再吵 可是从傅昆琦讲话到现在 当时大家都觉得说 傅大哥讲话一定是对的嘛 傅大哥在政坛上面聪明的聪明极致 那司法上屡屡犯案 可是这个好像也是拖很久才可以 才获得这种清刑 所以他先 他我显然就是说 对于这个应付这个事情 不管是政治的或是司法 都有自己的一套嘛 所以你听傅昆琦的这样子的说法 你就觉得这个罢韩策略 对应罢韩策略就是应该要这样子 可是韩国瑜我觉得他本身就是六审无主 然后他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人 所以他今天听傅昆琦这样 然后就是能处理 然后明天别人又跟他讲什么 然后他又开始觉得这样做一下 好像也可以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出来 就说韩国瑜本身对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所以才会有这种56789 这种杂音普遍的出现嘛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一时高调一时低调 到底又搞不清楚你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韩国瑜最重要的是 他除了自己判断不清楚之外 他对于周边的人是没有什么领导跟管制能力的 我觉得这样对一个行政首长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我们说行政院长苏贞昌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人 但是这个表示之说 苏贞昌他对于他下面的人 他可以控制说这个人要做什么 那个人不要做什么 他觉得做了决定之后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可以跟着他走 可是韩国瑜在这个罢韩的应对上面 你就可以看出他是没有一个 没有领导能力的这个行政首长嘛 所以说你把罢韩搞成这样子 那你难道你被罢掉其实也是刚好而已 那我觉得说剩下22天 你韩国瑜就把心情抓定 反正你已经死马当活马医了 对不对 那你就是抓定一个决定之后 你就把所有跟你不同意见的人 统统把它压下去 赶快贯彻意志 对 那你刚才讲 叫那个政兆星出来讲说 律师第一次提的时候律师觉得太晚 然后第二次觉得时机太早 那请问一下到底是太晚还是太早 那现在22天以前再提一次 那是又早还是晚 为什么又时机下 我们根本不清楚看不懂 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判断方式嘛 那你当时就不要去拆这个看板 不要去洗这个地板 那这样就不会惹起很多的争议 那你就乖乖的这样子做一个市长 用从容的态度面对罢韩 用高调的形式去处理市政 这样不是危机会比较少吗 所以你现在搞到现在 大家有很多人在判断说到底会不会过 当然我也问过罢韩人说 这个好像还很危险 没有到那个 担心投票率 因为这是没有其他选举一起办理 所以很多人会不会从台北 或是外地回去投票 会是一个关键 可是有人也会觉得说 高雄人对于韩国人的愤怒就是这样 你投票箱即使只设一锁 我也会投到你罢免通过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民意 对于高雄市民的民意展现 你自己韩国人应该展现 你自己的领导力 如果你没有过这一关 你表示你也不适合 没有能力领导高雄 那你就认了 来高雄人是不是真的受够了韩国瑜 先来请教总理怎么看 这个韩国瑜在答辩书里面都写说 他心无挂碍 引用心经 结果他的团队一个月内提了三次 申请停职罢免 听了这个申请罢免 我觉得他当然是法律上 可能他会觉得我有法律上的权利 可是这是社会观感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他的执政的状况 就已经这么不利了 然后从当选以来 然后做不到一年 四个月以后就是说要选总统 所以才会因为这样才会造成 有人要去罢免韩国瑜 那罢免韩国瑜 当然刚刚明显一远讲说四分之一 那个门槛好像很低很容易 但是我想我觉得其实四分之一门槛算蛮高 不容易 今天其实有一个数学老师 他做了一个数学题目 然后看到他说四分之一很难 因为高雄的投票人口有228万多人 那罢免的成立门槛大概差不多要57万以上 那这个以刚刚谈到这个2017年罢免韩国昌那一次的投票率来讲 罢免韩国昌那一次的投票率是27点多 那我们如果看一般平常 比如说补选 补选的投票率也都相对低 他都大概低于四成 不会超过五成 那以这个今年的2020大选的话 今年2020大选的话 其实高雄有大概有超过七成的投票率 七成的投票率如果以这个我们说刚刚这个57万的门槛 大概相当于等于说有32%左右的得票率了 可是呢 今年韩国语在这个同同大选他有高雄拿了61万票 也就是他拿了三成 三成三成四左右的这个得票率 所以其实这个四分之一的门槛是蛮高的 不好达到 所以大家正在想说 罢韩团体很热罢韩很热 可是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也要有一点警觉 就是说要有一些危机的意思说 四分之一的门槛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低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到韩国语他 为什么现在这个国民党一直在出招说 从而不管是法律战 或使他在现在议会 议会当然现在说咨询的这个时间不断的被压缩 是啊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一直凸显出在市政上他的麻烦 那他市政发行的麻烦 那第三个就是他在证件的兑现率的麻烦是什么 比如说他证件之前一直讲发大财的问题 签了农鱼产的MOU 他执行率 现在被媒体印证说执行率成效非常的差 比如说以这个鱼产品来说 执行率只有1.7%左右 那另外一个刚刚讲到这个他的证件里面还有比如说谈到这个青年创业什么 青年举 那个百亿创投的到位竟然只到了11亿而已 然后目前高雄市一直 之前大家记得说 一直鼓励青年说北漂青年要回来高雄 可是现在高雄的这个青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失业率已经超过12 那另外一个就是选举的结余款 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到这个傅昆奇 傅昆奇说什么这个即使他入监他还要把这个薪水捐出去 当初韩国语 我觉得大家都用这种道德诉求 很奇怪 他说选举的结余款就是要捐公益百分之 他要把它全部捐公益 可是到目前为止被媒体调查 他只捐了百分之18左右 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那所以不断的现在被媒体揭露了那么多的事情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当然要让这个霸函的这个火要继续烧下去 那另外一方面也不要轻忽说这个霸函四分之一门槛是很低 没有错 现在霸函团体就怕最后这个投票率只是雷声大 雨点小 来相关的问题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微回来继续来讨论